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們過去在觀察整個全世界各地經濟活動的時候 我們都看到這個PMI指數在各國都扮演重要的角色 每一次每一個國家他PMI指數發布的時候 其實都引起那個國家本身證券市場一些討論 因為市場都很敏感 要觀察一些指標 但其中對PMI指標是非常注意的 我舉個例子 比如2008年的時候 那時候是所謂反天秀tsunami 就是金融海嘯的時候 那個時候其實我在很多場合就提到兩個指數 一個是比較茶餘飯後的我講紅酒的指數 還有一個就是PMI指數 但是大概一般媒體只報導我講的紅酒指數 就沒有提到PMI 但紅酒指數是倫敦有一個酒商他們的交易所 就是LIB他們的exchange他們本身的一個index 它反映了一些有錢人的想法 當然這個指數是最近參考價值低一點 因為中國大陸很多買酒的人介入以後 把這個指數搞得有點亂 參考價值變比較低一點 但是它沒有什麼學術基礎 它純粹是大家對譬如100種酒和500種酒 交易得出來的指數 它沒有什麼學術的基礎 最多只是反映有錢人的看法而已 但是最重要的 其實我們覺得比較有solid的一個學術基礎 是PMI指數 當然在國際上 我們可以從2008年到2009年的時間看 國際上幾個主要國家的PMI指數 就可以看得出來 這是很重要的一個指標 那你如果參考那個指標的話 其實你就曉得說 它跟後來的一些 這個其他市場上的一些performance 是有相當的關聯性的 那台灣本身來講 我們也希望有我們的PMI的index 那我覺得我們有一個本土的PMI指數 也是令人非常興奮的事情 而且這個指數是完全跟國際接軌的 而且經過國內的專家 把它做過一些建議 提過很多建議 所以它的學術基礎上 在整個的選樣上 以及說在資料的收集上 都會覺得說 這是一個非常具有參考價值的指數 當然我們也了解任何指數 剛剛開始起步的時候 總之後面會有一些調整 也接受市場的考驗 但我相信 就像蓋房子一樣 已經經過建設期 經過construction period 後面你稍微修一點裝潢 其實是無關紅子 最重要是這個大樓建起來的 那後面我相信我們這個 在我們高院士啊 林院長啊 賴志欣長啊 還有我們遠來的這個 Mr.Nobel Award 大家這種共同的支持之下 後面這些 如果一些微調 或者等於這大樓做點裝潢 我相信會讓那個大樓更漂亮 所以非常恭喜這個 中經院 而且我也很感謝我們這個 這個經驗會有這樣一個 破例來做這個事情 經驗會來講 它 預算和資源 並不是很非常充裕的 但願意來支持這個事情 讓國內 終於有這樣一個 本土的PMI指數 而且非常感謝很多的公司 裡面的一些重要的這種 都是屬於說 這個非常重要的經理人 願意來參與這個工作 把他反規事件撥出來 協助這個事情的完成 我都要表示感謝的意思 所以今天 基本上我來這邊 是一個感恩大會 謝謝大家的支持 也謝謝大家幫忙 希望這個指數 能對台灣未來經濟發展 能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也讓所有市場參與者 都有一個更進一步的參考指標 謝謝大家 謝謝